好 部長請 謝謝 可能我們那個施局長來協助一下好嗎 文字局 吳委員長 部長早 我想您變才無礙齁 但是我希望能夠先取得您的這個共識 讓我把我細讀各部會有關於文資保存的預算的會整狀況 跟您做一個全盤的一個說明 那再請您一併來回應文化部應當強化著力的部分 那當然今天我的重點就在 部部都是文化部 我們聚焦在文資保存有沒有進步 預算反映政策 今天我們來爬書盤點一下各部會 我今天要替你們做的工作是 各部會的文資預算有沒有正向的一個政策力道的貫注 在預算編列上 好 下一頁 全國文化會議非常感謝 是一個非常好的意見 會整由下網上的一個論壇 那我也參與了 那我想部長非常清楚的掌握 文資保存在文化會議上 不管場內場外都是焦點 甚至有很多的文資工作者 在會上具體的說 現在的文資法修法了 但是卻是讓政府有程序的去幹掉文資 做掉文資 聽起來何其沉重 那我也聽到您的回應 我們要啟動全國的文資會議 我想請教全國文資會議 什麼時候上路 我們預計明年召開 現在分區應該有陸續在進行嗎 明年的哪個時節 明年第一季上半年 好 明年上半年 趕快召開 因為太多的事項 跟要匯整各地的文資第一線保存的執行困境 我們必須要來進行 透過分區的文資會議來匯整 下一頁 那我也跟您回顧一下 我在去年三月份在總質詢的時候 就向您提出了 我基本上是非常支持 部部都是文化部 我非常支持文化會報的創設 但是在文資保存的部分 我們還要再強化 我當時有兩個具體的主張 一個是文化會報的強化這個平台的功能 第二個是 責成各部會成立文資專責組織 匡列足夠的專款預算 並提升人力以及專業 我想先就教育部長 現在有哪個部會成立了文資的專責組織 以及你們有沒有會整哪些部會在文資的預算上是有成長 而哪些是不盡則退 部會是沒有成立專責組織 不過我觀察到有一些國營事業 它招募文資人力 哪些國營事業 台電 對台電是典範 然後中油 那麼像台唐董事長他也跟我提過 他會要來進行 所以有些國營事業 國營事業有能量 因為國營事業當然他預算比較多 第二我也觀察很多國營事業 因為他的董事長經營層級來自民間 他更有活化使用文資的這個新思維 但是在部會上陳如部長回覆我的 確實沒有任何一個部會成立了專責組織 我稍後跟您報告 我盤點了各部會的文資保存的預算 是如何 我等一下一併報告給您 但是 是有一些部會要強化輔導 它應當要有專責的人力跟專業 真的需要 我們看下一頁 這個我去年提示出來過 我再做一個回顧 中央各機關下轄文化資產的排行榜 交通部要管137件文資 財政部管101件 經濟部管93件 教育部管82件 國防部管72件 農委會要管58件文資 加起來各部會偷透 內閣要管621件文資 而新的文資法上路 我們提供了公民提報的便利性 我們也增加了法律要求 公有建物50年以上 要強制的指定文資 這個數字會變成621加N 驚心動魄的數字 下一頁 而 代指定文資的潛力文資 列策的這一些 加起來各部會可能要增加2431件 我要再說這些潛力文資只會再報增 對不對 我們都很驚驚這個數字 下一頁 三級機關交通部下面的台鐵 它就有84件文資 財政部下的國產局 當然它是一個比較特殊的 它收了很多部會 移過來的 國產局有72件文資 林務局有44件文資 台唐38件 台大31件 我下面不贅述 我覺得這個表格 這個會整告訴我們 部分的像交通部這麼大的部會 像農委會這麼大的部會 因為它下面的三級機關 台鐵哪有辦法管這麼多 林務局哪有能力 它的人力包括人力 跟物力包括預算 所以我真的慎重的要求 你們應當去找到哪些關鍵部會 應當輔導它成立專責機構 一個兩個開始做 我覺得就會看到正面的效應 這是我的提示 好 下一頁 縣市政府更多 要管2701件文資 台北市就有421件 我再說一次 這個數字只會增加 而且會增加快速 因應新的文資法 好 下一頁 所以回到我要追尋您的 我感謝文化匯報成立了 可是我看到我們現在開了兩次的文化匯報 重點在哪裡 重點前期當然在文化匯報如何推動 政策如何跨部會討論 但是我看到現在的重點 具體針對文化政策的議題被聚焦的 在文化匯報的平台上是 影視音產業 以及您看下面8月28號的第二次文化會議 您再一次提出影視產業投融資健全生態的討論 代表我們的文化政策是高度重視 還有您也提出重建台灣藝術史 在文資的部分 我們有一個小組 我表格的中間有寫 但我覺得力道不夠 怎麼說呢 我跟您報告下面的數字下一頁 部長我們辦公室做這個花了快一個月的時間 各個部會 增加文資保存的預算 總增加的部會有13個我要肯定 13個部會增加了文資保存的預算 衛福部文化部財政監察科技交通農委 這些13個部會都成長很好 但是還是有簡列的部會 教育部故工原民會外交部跟經濟部 當然教育部它部分去拿去做前瞻 在公務預算確實減少 但是它有能量在做 那至於四個預算持平的部會是法務 考試國發跟海巡署 這告訴我們 OK看到正向的成果有成長 但是呢下一頁 我的雀躍只讓我維持十分鐘 因為當我再去細看 這些成長的數字的表面 是象徵性大於實質 我想請教部長 一個文化資產 它平均要付出的一年的 預算維持的經費 你們有沒有大概試算 應該基本的quota額度是多少 這規模差異性比較大 那有沒有可能分級 大規模 中規模 小規模 依據量體 或者依據古蹟 立件 文化景觀 我建議你們要找專家去討論一下 因為各部會要有這個依據 它才有辦法去編列文資保存的預算 我跟部長報告喔 這個表格裡面 雖然看起來預算成長 真的是象徵性大於實質 交通部增加了18萬 一個文資增加18萬 財政部增加54萬 教育部簡列 國防部增加3450元 我總的來講 以國防部它平均一個文資 每年只有兩萬三千元在維護它 我們再來看 行政院院本部是古蹟 它也一年只有39萬來維護它 所以各部會反映在單一個 文化資產的保存的 例行的維護經費 它可能還要包括修繕 從個位數的幾萬元到幾百萬都有 我認為很多部會 只是象徵性的去成長 但實際上沒有用 你看經濟部它管了一百多個文資 它平均每一個文資只有1262元的新台幣 1262元 所以我認為你們要有個具體的可能針對 規模針對量體針對部會的需求 提供給他們一個預算討論編列的依據 這就是我們要強化文化匯報在這方面的協助 下一頁 我跟您提供一個很好的案例 教育部 思瑶本人跟教育部 我們開了N次會 也包括民間專家 因為我認為教育部下面這麼多的校舍 搭配教育部現在這麼大手筆的 給各個學校去做校園的耐震補強 這就是一個機會 透過這麼大的珍貴的預算 幾十億的預算灌下去的時候 各校都要去盤點 利用這個時間去貫徹文資法15條所賦予的 超過50年以上的公有建築強制指定 或者是已經具備文化資產身份的 他在進行耐震補強的時候 要尋專業嚴謹的工法 我要求這兩件事 而教育部真的專案來做了 前提是 思瑶跟教育部跟民間專家 開了很多次會 教育部有這樣的一個典範經驗 他們建立了清查 把關 整合 輔導 活化的五階段 整合的部分跟輔導的部分 他們成立了北中南區的文資專家輔導團 都是學者專家 也因此成功搶救了武動校舍 而活化的部分 不是只有文資保存 文資保存更重要的是 活化他新的空間 使用的新的想像 而活化的部分 我進一步要求教育部 今年他們就委託台藝大 要辦理校園空間 活化大獎 透過一個獎項 來提供更高的一個誘因 讓各個學校來參著 來比較來學習 教育部有這樣的典範經驗 我在這裡提出就是希望你們可以 針對部會 強化文化匯報 去針對部會 給他們這樣的指導 下一頁 這就是教育部 現在成功搶救的五個校舍 在他要拆除重整前 我們透過文資高規格的修復方式 去進行 所以教育部有這樣的經驗跟典範 文化部就可以去把經驗 在COBE在火化下一頁 再下一頁 再下一頁 那最後一個部分 各縣市 我們輔導各縣市 目前為止成立專責機構 依據文資法第十一條授權的 只有四個縣市成立了文資專責機構 我們依文資法授權的要求各縣市 可以輔導他成立文資專業服務中心 目前還有四個縣市沒有上路 所以我們很認真 但是還是有一些沒有到位 我是不是請部長最後綜合回覆 我要求針對強化文化匯報的功能 文資的保存 絕對要是文化匯報非常重要的一個議題 然後如同我們在協助教育部一樣 協助各個部會 訂定合理的預算編列維護保存的這個額度 以及如何有效的去保存跟活化它 我覺得這就是我們都知道怎麼做 但是我真的要說 我們還差那麼一點點 是部長請回應 謝謝 報告委員 感謝委員 由行政院來整合帶動各部會 共同治理文資 所以目前是我們在文化匯報專案小組 其實討論過很多次 只開過一次 我們討論過很多次 我們也提報到文化匯報的議程 那不過這個議程最後不是我決定 強化它 我也希望說在專案小組協調到成熟的時候 可以再到文化匯報來做整體性的討論 那在這個專案小組裡面我們討論幾個層次 除了再造歷史現場 除了個案協調之外 那最重要就是整體系統性 系統性保存 系統性保存文資的制度性做法 我們需要有整體制度性做法 讓各單位動起來 那我們有提出方案 短期跟長期的方案 可不可以提供給本期 是我們會再把書面報告給本期 我們希望創設制度來協助各機關來推動文資 那第三點最後是我們希望在文基法裡面 希望明定 文化基本法裡頭 各公的政府機關應該要來編列文資預算 那我也希望我會提案要求他們 就是主管文化資產高的要有專責機構 納入專責人力跟專業 對那專責單位的部分呢 各部會目前還沒有成立 好那但是有一些地方政府已經成立 我們會持續促請地方政府都成立 好謝謝部長容我唠叨一句 教育部的經驗告訴我們 你專案針對部會去輔導 他就會想出一套符合他可以運行的文資保存 跟活化的一個做法 我很謝謝委員給教育部的建議 教育部案子我們有參與 所以我認為其他部會 你鎖定那些高額有文資的交通部經濟部率先來做 其實我很希望如此 我個人也都跟交通部經濟部各大中啦 大中文資的部會都啟動橫向的合作 我想委員會看到我們努力的這樣成果 每個文資只有1270塊去保存他 這就是黑名單強化輔導 經濟部長也在全國文化會議承諾 跟本部來成立各個工作 他的預算編出來是這樣 好不好我們一起加油 謝謝委員的督促 謝謝 下次加油先尊重主席開始 尋答都太超過了好不好 好嗎 好啊 好啊 好啊